现在来介绍的是单调函数 我们一般的函数的图形的话呢 都是单调函数的一些组合 所谓单调函数是增或者是减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严格递增函数 是什么意思 所谓严格递增函数的是 这里的话呢 如果说我的坐标是在这里 然后的话呢前面的点叫做x1 这叫做x2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严格递增函数呢 严格递增函数就是它越靠右边 随着x越右边 它的话的点会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它所对应的高度就越来越高 这就是所谓的严格递增函数 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它的性质是这样的 我们来想想看 这个的话呢 它的话呢 每一点的话呢 它的切线 它每一点的切线 它的斜率通通都是正的 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y等于f of x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它是一个严格递增函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f prime的x 就是所谓的它的导函数 它的话呢通通都是正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切线斜率为正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还是一样 我们的话呢 另外一种情况 是刚好跟它颠倒的 我们再说一次 所谓的严格递减函数 来我们看看图 严格递减函数情况的话呢 刚好跟它颠倒 它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随着x的话呢 越来越大 它的话呢 反而它的高度会越来越矮 这是所谓的严格递减函数 那么它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性质 是一样的 它的话呢 每一点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看 它每一点的切线斜率 它都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另外一个结论 只要是严格递减函数 它的导函数都是小于0 也就是切线斜率是小于0 因为一般的函数 我们都是由这两个部分 把它组合起来的 以后我们要 对于函数的一些解析 或微分的话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的观念